杨静敏 往出传这球不太好接 兰多夫直接扔了 不错的手感 北空队的三三呢 都来自于大哥 其实要给杨静敏呢 第一攻开展就挺好 但是打到右侧 兰多夫的突破 是肯定没有办法去限制 没有人能够拦住他 一个晃动就过了第二股 而侯仙一在下面这个犯规 也是没有办法 好球第二股外线 他这种特点呢 CBA各支球队都挺了解 为了大个子的掩护 完成了进攻 看第二股自己摆脱命中 前面是一个两分 但是是一个鸭哨命中 第一节结束 凭借着最后这个鸭哨呢 四川队取得了一个 幅度比较大的领先 没问题啊 这个慢镜头看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这样第一节就是这 我们稍事休息 待会儿再来看第二节的比赛 兰东夫自己开展一对一 这个球呢还是投中了 今天兰东夫从开局上来这个样子看呢 手感不错 兰东夫的这个得分和进攻是北控队的这个基础 地基 四打一 阿拉基在分漂亮 很愿意给队友做球 中眼距离的手感的话 这个球队的进攻呢 肯定会有中断的地方 所以更多的时候 还是要在突破上更多的和投篮做结合 你这才能支撑 才能在得分上有延续性 再给兰东夫一个海贱 表谷 跟哈迪没有联系啊 对应该传嘛 好球 外线 标谷这个三分呢 我们讲的是 他自己非常重要的一个进攻特点 不错的篮板 好球啊 兰东夫 这个球如果不是 兰东夫溜进来 拿了一个前场篮板 那其实这又被对手把这个 自己的进攻防下来 哦 兰东夫的手感 又有点找回来了 一个在罚球线 偏右一点的后仰跳投 哈迪的转移 看王哲 这球碰到谁了 看标谷的 漂亮 看哈迪这个移动啊 就是迪奥谷往里一突呢 他就小碎步往里溜 迪奥谷的外线三分命中 请求暂停 请问您底角投中了 今天球队的第四季三分球 标谷抛一个 标谷这个点现在没法解决 背后运球给王哲 中距离 兰东夫出一个板 再来 我们看兰东夫主动来弥补 而其他的国内球员 没有去做一个帮助 最后一秒 最后一秒 时间不够了 这球应该是无效的 再给他 两个人打得都非常无私 最后是恶 蓝东夫拿一千场篮板 放进了 看这边迪奥谷 好球 三分命中 加油加油加油 阿布里拿了七分 四投三中 两个助攻 标谷再一个 真准 重新回到十分差距 过去的两分半钟 十比二 四分队打了一波 十比二 不错的转身 终于进了 阿布里 接球在上 在分 漂亮 可惜球掉了 前后裁判 示意自己没有看清 可能是给了个争球 给了四川队 三个三个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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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不好攻 股房完成封盖 有的年大吃脚 被兰敦夫给碰了一下 打掉了 哎呦 肖谷转身 又是一两把球拍出来 多打扫 再给兰敦夫 进球 是不是要暂停呢 兰敦夫 三分命中 北京队这段防得好 攻得棒 能不能够帮着球里得分 漂亮 这是他应该做的 让整个的五个凶体育馆安静下来 兰敦夫扔一个 我们说刚才那个球 真快 三打二 节奏变化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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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离稍远 没投进 表谷 真硬啊 这球投的啊 顶着于良的防守 高举的手臂 还能把球投进 因为这个拳其实投来非常的准 好球 尔敦夫今天还好 是能够站出来拿到的 最近才40分 哎这球转的不错 好球 北京农川银行最多 追到差三分 表谷又来 漂亮 于良已经踩着三分线在防了 没有办法 尔敦夫一个变速 哎呦 这个掩护防的是不怎么样 但是回过后来 蓝敦夫补的真快 要到一个换防的攻击 没攻 转了一圈 蓝敦夫正面 还是三分力过 哎呦 调舞真凶 调舞真凶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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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舞真凶 哎呦 调舞真凶 哎呦 7秒 还是给第奥谷来解决问题 于良这次贴的更紧了 给你出 绝不给你投 第奥谷的机会 啊 我们看啊 在防守的只要一松懈 第奥谷就有外线投射的空间了 看这丢掉了 蓝敦夫扔一个 半天没出手了 出手就有 47分 比奥谷不好扔 扔两分也有 真可怕呀 这手感 比奥谷山的继任者 但是第一他没离队 第二的还是在给球队加油 主演于未来的话呀 真的是不错 哦 这个球 北空队 示意走步 表哥今天真厉害 跟蓝敦夫俩人对标 这边蓝敦夫49分14个篮板 篮板球 蓝敦夫拿下 自己要一个三分 命中了 吴哟 本超 这是北京工商银行今天第一次领先 马布里这本来都要上场了 结果又给 说给叫回来了 差三分 那就给第25吧 三秒 两秒 先犯规 2.1秒 苏联队需要有一个非常完美的三分战术 侯天一 哦 差一点打板没能命中 那这样北京农商银行队在整场几乎全部时间都在落后的情况之下 凭借着蓝敦夫的超神发挥52分 最终逆转战胜了四川队 这让北空队继续保留了去争取季后赛的希望